每年3月下旬到5月中 是新一厢青梅的采收期 但是受到气候变化过大的影响 造成产量大减 有果农指出 原本种植两甲地面的面积 可以采收3万斤 但是今年的产量只剩下一到两成 不过青梅含有有机栓 无机矿物质 是相当健康的农产品 海医师欢迎民众能够把握机会多多采购 会在新一厢三十甲 栽种约两甲地的果农 宗志昆指出 这几固农三十几年来 每年的青梅果实的采收期 约在3月下旬到5月中旬 农民可说是蛮放天 而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造成大部分的青梅产量减少 这些果园原本可采收3万公斤 如今却只剩下一到两成 今年梅子因为含害的时候 寿粉非常差 就是说它的那个熊花的花粉非常稀少 然后结果率非常的低 就以我目前我自己的原来讲 我每年的量是要在3万公斤 那今年因为寿粉不好 今年到目前为止采收结果呢 大概是剩下一成 就是10% 大概剩下3000公斤 今年的梅子因为采收 减三头七八成 所以今年的梅子垃圾都看起来有更大 以前比起来的顺利是保不过 以前一张洗起来 扇起来都几百公斤 现在一张扇起来差不多一二十公斤 甚至有人会采得七八九成 今年梅子垃圾都比较稠 比较稠 熊之坤表示 青梅含有丰富的有机酸 能够抑制乳酸 帮助肠尾吸收钙质 促进新陈代谢 是国人常用的水果之一 而自己种的品种 为大青梅 为力果实饱满 约三公分以上 适合制作Q梅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的这种梅子的品种 它是我们在三十甲地区 比较特殊的一种品种 我们叫大青种 然后这种梅子的颗粒大 然后它的那个肉比较厚 所以适合做那个Q梅 然后每年到大概四月 就青梅节以后 它才开始采收 因为今年含害 所以说结果率就比较低 但是颗粒都相对的比较大 青梅是十里香 结辛一香重要的农作物 强量约在全国的溜层以上 这里生产的青梅 品质几粮 有口皆碑 以前大概在民国五十年左右 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种 香蕉 那种香蕉 结果原旁边就有种几颗梅子 那时候梅子一公斤 可以卖到十二块 有一些种比较多的 就是它每年收益很好 所以这边的农民就大部分就改种梅子 梅子刚好在信义跟水里 这个区域的气候 海拔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的品质 都是在台湾算最好的 因为南部的气候 比较干燥 比较炎热 然后梅子结果的时候就 它颗粒比较小 就是品质比较不好 那我们这边梅子几乎是全省最好的 梅树适合在海拔四百公尺到一千两百公尺生长 而台湾的梅树 大多分布于中部的中央山脉两侧 南投梅子产量 就全台湾之贵 约占百分之六十 而南投的新义 水里等乡镇 则是主要的梅产区 近年来在政府的推广下 也成为本性无名的农产品之一 再次 好